仙匿中的丹药十分珍贵 每出现一枚上品丹药 都会引起一场争斗 当初端木吉等老怪 就是为了一枚应变丹 才敢深入古神之地这等险地 没想到 王林在罗天星狱 只用一枚仙狱就买下一颗八品神丹 这一切还得从孙家老祖找上门说起 得知王林修为不俗后 孙家老祖主动找上王林 请其帮助孙家 若是能出手相助 孙家老祖会倾整个家族之力 供养王林修行 王林没有回话 的确养不起两个问鼎修士 但你若帮我 我可以把百年后 参选去雷之仙界的名额让给你 王林脚步一顿 侧身看了孙熙一眼 收回目光 继续向前走去 孙熙双目半合 详细地解释道 想必许兄也知晓 我罗天星狱的雷之仙界 每次开启时 所有的雷顶全部都被雷仙殿控制 外人断然无法得到 想要进入雷之仙界 必须要确定是我罗天星狱之人 而且只有在雷仙殿记录的家族 才可以获得参选名额 能达到问鼎者 自然很少有星机不身者 孙熙身为一族之族 定然是星机深沉之辈 之前被王林气势所压 不得不示弱 现在却开始了反击 此话解释的同时 也点出了对王林来历的怀疑 只见王林微微一笑 说道 你孙家中有个晚辈 叫做孙雪山 此人可好 孙熙目光露出奇异 深深地看了王林一眼 笑道 雪山修为尚可 但恋力不够 许兄对他的救命之恩 孙某感激 二人相视一笑 彼此收回目光 孙熙内心对于王林的忌惮更浓 内心暗叹 此人来历神秘 更是心机深沉 之前孙启明试探 便被此人一眼看破 我刚才点出其身份的疑惑 又被此人以雪山化解 他们已经换了样子 即便是故作不知 我也只是怀疑 而无法深究 但此人却是自己承认 这就有些诡异了 显然是心知肚明 不怕我知晓 偏偏此人修为又高 定然远在我之上 这等人物 我孙家要结交 不能得罪 东灵星 此人莫非真的 从东灵星而来不成 沉默片刻后 孙熙继续请求王林出手相助 但王林并不了解 这些家族的纠葛 声称要考虑一段时间 孙熙暗叹 不再追问 而是向王林介绍 其冉云星的一些风土趣事 二人谈笑间 来到了城东宝和楼 今日正是此城宝和楼拍卖之期 附近的修饰来了很多 使得宝和楼外人声鼎沸 十多个宝和楼的伙计 在外负责接待 并把来者根据令牌的等级安排进入 孙熙与王林二人刚毅临近 只见在宝和楼外 一直亲自等候的孙启明 联盟上前 眼中露出极为恭敬之色 恭声道 第三代族人孙启明 参见老总 参见许前辈 宝和楼分四层 这第四层便是一个个包间 左侧第一个包间内 孙熙与王林坐下 此处位置极佳 一眼就可以看到二楼大厅中的拍卖 孙启明恭敬地站在一旁 等待孙熙的吩咐 进入这里的一刻 王林忽然有种很奇怪的感觉 好似心神中有一处引动 在他神势查看时 立刻看到了三楼处 那苍老的身影 随即收回神势暗道 是怕他身上的烙印很淡 甚至已经消在了大半 这里面有问题 就在王林思索之时 孙熙缓缓说道 徐兄 这八品丹药有些来历 此丹药本不是我染云星之物 而是一个外来修士 与人斗法之际 身受重伤 陶至染云星时 被我与染亚老祖 还有那逍遥居士三人 同时出手抢走 那外来修士 更是死于染亚老祖手中 王林眉头一皱 看了孙熙也没有说话 这等密文 怕是与其之前所求之事 有些关联 孙熙装着没看到王林的目光 自顾地说道 这本是四年前之事 此丹药极为珍贵 尤其是对于我等问鼎修士来说 更是如此 丹药并非只有一个 无常望着二楼 好似并未在听 孙熙也不介意 又道 只是这丹药 我们确实有些烫手 那被染亚老祖杀死之人 我们在他的储物袋内 看到了千患星患家族人的令牌 王林转过头 看向孙熙 平淡地说道 孙道友 徐某不喜欢听故事 孙熙微微一笑 说道 徐兄 这故事今日孙某不说 日后也会有其他人找你诉说的 此诚 虽说是孙家所有 但为何这八品灵丹 会在这里拍卖 以许兄的才智 应该心中有数 王林之前便有些怀疑 只不过对罗天星玉不太了解 并未深思 此刻被孙熙一语道出玄妙 随即目光在二楼拍卖出一扫 眼中露出一丝寒芒 孙熙盯着王林的表情 看到其目中寒芒 内心松了口气 便不再多话 而是拿起茶壶 倒满茶杯瓶了起来 这八品丹药 若无染家那位问鼎修饰首肯 岂能出现在这里拍卖 而此物价格定是高的无法想象 并且此物对于问鼎以下修饰来说 不但没有用处 反而会因为如此高调的拍卖 而怀必其罪 只要是聪明人便不会去买 若是吞下 以八品临丹的药力 定可使得问鼎以下修饰无法承受 临药变成了毒药 所以这丹药 在这里拍卖的原因 便是因为王林 染家那位问鼎修饰 便是要巧妙地让王林动心 然后买走 对于染家那位问鼎修饰 知晓自己在这里 王林并不奇怪 此心名为染云星 染家便是最大 若没有什么神通 怕是也无法保持现在的地位 一旦拿了丹药 便等于参与进了 孙希所说的四年前的那件事 这种事情 即便是对患家解释 也没有任何用处 王林神色平淡 内心却是警惕 问鼎修饰绝非等闲 一家之祖没有心机弱者 在染家的操控下 这丹药绝对不会被别人买走 若是王林不买 那位染家问鼎修饰 也会再换一个方法 把王林拖入进来 就在王林私损之时 二楼的拍卖也已经开始 各种法宝 材料 但要展开了一场场竞价 孙希放下茶杯 好似自语一般说道 可惜 四年前那人还没来得及 曝出身份 便被我三人偷袭致死 若是知晓 他是患家之人 我们说什么 也不敢出手 千换星的患家 极为霸道 其族人若是被人杀死 所有牵连之人 全部灭族 其储物带内一切物品 哪怕是拍卖得到的 也会被迁怒殃及 患家要的 便是绝对的威严 即便是储物带内的东西 摆在面前 也要让人不敢去碰 反倒要双手奉还 若是抱着侥幸的态度 则是在生死之间徘徊 可惜 我的那里丹药 一直到现在都不敢服食 王林没有说话 目光始终停在二楼 就在此时 二楼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 接下来拍卖的 是一枚八品丹药 此丹药唯有问鼎修饰 才可服下 若是问鼎以下修为服食 立刻身体自暴而亡 现在拍卖 阵阵议论 在大厅内回荡 能来到这里的修饰 眼力自然俱备 八品丹药对他们来说 是绝对罕见的重宝 但此物修为不足 却不能吞下 否则便是毒药 无法吞下 留在身上便是货端 任何一个没有保护 丹药能力的修饰 买下这丹药 只怕走出此城 便会立刻面临大火 所以大厅内议论之声虽多 但最终却是无人喊价 即便是有一些年轻修饰 想要报价 但立刻便被身边长辈严厉的阻止 况且此事透出诡异 林丹由冉家卖出 冉家问鼎毛左 莫非不需要此丹不成 为何要拍卖 如此一来 一些心思活跃者 纷纷猜疑不定 更加不敢出嫁 时间慢慢过去 始终还是无人喊价 那身穿红袍的男子 没有半点不耐 出现这样的结果 此人没有意外 只是目光时而扫向四楼 高声道 可有人出嫁 若是无人出嫁 这八品丹药 将会存放在我宝盒楼内 二楼内每一个修饰的耳中 顿时阵阵议论哗然而起 一枚仙玉 这是谁啊 莫非疯了不成 底下都是一万仙玉 此人居然说一枚 真是可笑 宝盒楼内 怕是还从未出现如此事情 宝盒楼背后有冉家 此人如此行为 定会惹下大祸 这分明就是给宝盒楼难堪嘛 听声音应该是四楼传出 能在四楼者 绝非等闲 不过如此行事 却是得罪了冉家 那身穿红衣的男子 也是一正 抬头看向四楼 他本不是此成宝盒楼之人 而是从冉家本族而来 目的便是把这丹药 卖给一个特定之人 但此刻等待的特定之人 虽说来了 也出价了 但这价格 却是让他有些无法接受 甚至若是真的接受了这个价格 那就等于是告诉了所有人 这出售丹药的事情 存在了很大的端倪 冉家的名誉将会被冲击 而且最重要的是 若是卖给了此人 那么就等于告诉所有人 冉家怕了 一粒八品零丹 居然卖出一枚仙玉 这种事情绝对无人相信 但若是真真正正发生了 则会引起一系列 无法想象的后患 但若是不卖也不行 老族已经严明 这丹药在这里拍卖 必须要卖出去 四楼包间内 孙希放在嘴边的茶杯一顿 随即眼中露出古怪之色 叹道 许兄佩服佩服 一旁的孙启明 也是神态凝固 半想说不出话来 不只是他们 二楼大厅中的卢姓青年 也睁大了眼睛 露出不可思议 因为那声音他有些熟悉 正是多日前内 被他阻止在外的青年 此刻听闻对方 喊出一枚仙玉 卢姓青年南南自语道 此人疯了 然而 没有人注意到 在三楼一处单间内 一个沧桑的老者 在听到这个声音后 瞬间心神俱阵 猛地抬头看向四楼 眼中露出奇异之芒 南南说道 这不是他的声音 但为何我心神中 却是颤动 老夫这一生 除了那个憎牛外 再无任何心神烙印 我的烙印在东林星时 便已经被破除了才对 为何还会有 老者沉默许久 正正地望着地面 发起呆来 那么 这个老者会是谁呢 点击关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